巴黎圣热尔曼在第18轮联赛主场击败昂热 昂热是联赛排名倒数第一的球队 但在比赛中 巴黎圣热尔曼的优势并不是非常大 即便巴黎圣热尔曼2比0获胜 但巴黎圣热尔曼全场也就只有9次射门 只比昂热多了3次射门而已 当然不管怎样 巴黎圣热尔曼能够全取3分 就是非常好的结果 由于联赛排名第二的朗斯 在这轮比赛被斯特拉斯堡逼平 这直接导致巴黎圣热尔曼扩大了领先优势 目前巴黎圣热尔曼的战绩是15升2平1负 拿到47分排名榜首 二朗斯只拿到41分排名第二 巴黎圣热尔曼有6分的优势 当然这样的优势不算很大 巴黎圣热尔曼需要不断赢球 继续扩大优势 才能让榜首之争早日失去悬念 这场比赛是梅西替完世界杯回归球队之后的 参加的首场比赛 考虑到阿根廷是在世界杯中 击败法国夺下的冠军 因此 巴黎圣热尔曼在赛前 并没有给梅西安排庆祝仪式 不过 在赛前播报球员名单时 梅西的名字出现时 全场还是出现了不少欢呼声 当然 这对于梅西来说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他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欢乐 他也早已和很多球迷狂欢庆祝过了 虽然很久没和俱乐部的队友配合过 但是 梅西还是在场上踢出了很高的水准 他有两次射门 进了一球 同时 梅西还多次策动进攻 但是 队友总是无法把握住机会 内蒙尔和拉莫斯等人都浪费了梅西的妙传 否则梅西还能够刷上一些助攻数据 梅西本赛季只踢了14场联赛 就制造了18例进球 包括8进球和10个助攻 如果算是其他赛事 梅西本赛季总共出场20次 进了13球 送出14个助攻 这样的数据实在是太恐怖了 难以想象这是一名35岁的球员所踢出的数据 梅西依然这么无解 不愧是球王 梅西职业生涯在五大联赛已经进了696球 这让他在这一项目追平C罗 考虑到C罗远走沙特 这一数据梅西很快就会超越C罗 对于梅西的表现 巴黎圣日尔曼主教练加尔蒂埃也是赞不绝口 他认为有没有梅西球队所呈现的面貌是完全不同的 加尔蒂埃认为在核心位置找到梅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考虑到梅西现在的出色状态 巴黎圣日尔曼希望能够和梅西续约 但据对报的消息 虽然梅西在巴黎圣日尔曼很开心 但还没有同意续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